大家好 我是中文投资长的分析师Brent 大盘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纳斯达克今天涨了2.93% 本来还没涨这么高 你像小盘古 道琼斯在盘后期的时候 从最后15分钟来了一波小跳水 就是有一波下沙 那么纳斯达克强势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Meta盘后的业绩 太凶残了 涨了20% 18% 厉害 厉害 小盘古强力的向上去做了突破 我今天早上做多了小盘古 今天早上天然气的期货我没有了 我没有天然气的期货了 我有天然气的证 我今天早上做了小盘古 因为我觉得开盘之后 拉起来之后下来应该还能往上涨 所以我在它回踩往上走高的时候 我就买了小盘古 刚准备在这个地方指引 真的就是这个仓位都掉出来了 准备在这个地方指引 结果报了个PMI 短时间之内下沙了 但是后来又拉起来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能看着 应该能凸上去 因为前几天一直都凸上去 没上去 啪嗨掉下来了 给它止了 也做了一个止损 亏的倒不是特别的多 亏了170 账户是3000块钱 然后我行事等包边讲完话之后 我们再去做一做交易 我不拒绝做多的 包边讲完话以后 但是你包边讲完话之后的话 总在给一个回踩 完了咱们再做多 对不对 这个地方的回踩也不够 以前的话包边讲完话之后 啪啪 抖抖着抖着就啪 就就就老有这种造型 你看今天基本上就是 首先这一波就很凶 九连羊直接干上去 九连九根两线直接拉上去 然后抖动一下 然后啪啪再往上走 你说你追吧 你后来你去做多 你追那不现实 因为你追了 你可以看到小盘骨你也是亏损的 盘后的META的业绩 又充满着变数 你也就是反正就是不对了 重点的问题是什么 重点的问题是 我自理行间 我找不到任何报告讲话 是鸽派讲话的这个理由和依据 什么也没谈 没说我要降息 没说我要放缓步伐 讲的全是通胀的 这个数据非常的高 我们还是要看数据的 未来怎么加薪呢 我们一次一次的定 取决于数据 因为我把压力又交给了1月份的CPI 2月14号情人节这天 报1月份CPI的数据 东部时间早上8点半 一个情人节 不知道是个什么情人节 是个黑色情人节 还是个红色情人节 不知道 我看不到任何鲍威尔讲话隔牌的观点 可是市场却在疯狂的往上去走高 我觉得我的认知达不到水平 这种情况下我不敢做多 不敢做多 因为鲍威尔人家没说什么隔牌的话 我咋做多呢 但是局面确实很厉害的 我也许明天还不会做 我可能会等 等一下苹果的业绩 因为苹果它也经常作为一个变盘的点 这两天微软在裁员 我不知道咱们直播间 咱们听的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微软的 有没有苹果的 有没有谷歌的 亚马逊的 我相信很多这些大厂们的 这些IT人才们 现在微软里面 在Seato微软里面的采用 因为我刚刚和咱们一位微软的会员们 会员聊过天 然后他们现在就是说 到三月底给你随时告诉你离职 然后给你两个月的时间到五月份 不二月底好像 二月底 给你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就让你去离职 可能随时就收到email了 被裁掉了 这就是目前微软现在的情况 开始说裁5% 开始说裁员5% 然后后来又说裁员15% 现在就具体数字也没定 反正他们也都在等信 微软好像是从level4开始裁的 从level4往下 再去往下裁员 这是我今天聊过了微软我才知道的情况 然后苹果我还不知道 但是通过微软的这位朋友呢 讲述到苹果里面呢 现在也是不太好的 比较乱 关键呢 是在微软啊 他们前两天还裁员 不前两天呢 他们还在讲话 呃 微软裁的位置比较高的 他是从level4开始的 CEO是level1嘛 然后往下一二三四 从level4开始 去往下裁员的 他们这个level1呢 因为他那个CEO叫什么名字 我记不住啊 记不住 但是他们前两天开会还是在讲 希望员工们注意 呃 这个未来的 微软呢 可能要拿个两年 才能开始 呃 涨上去 才能可能才可以继续往上涨 结果呢 因为他们知道嘛 自己的财务是什么情况 结果报完财报之后 呵 几天就干上去了 CEO也很迷茫 呵 这个是传上传递在微软这个公司里面的 因为大家如果你们有很多的 这个微软这个大厂的朋友们啊 你们去聊一下啊 这肯定能获得很多很多的信息 市场当中这么多裁员啊 你把这么多的这些IT的人才在市场当中 在就在Seattle的市场当中 在三番的市场当中 其实找工作不是那么好找的啊 可是这种情况下 市场还这么倔强了往上去走高 我是真的忧虑啊 这个是我呃 我跟大家表达一下 我确实是忧虑啊 那么 涨是真的涨了 确实是真的厉害啊 一直在这个地方往上去顶小盘古呢 大幅度的向上去拉高 借助着今天的这个讲话 那么 纳斯达克也向上做了突破 呃 看看苹果 因为苹果明天爆完了之后呢 周五早盘盘前会有那个飞农 这两个一爆 这两个算是同一个时间点爆的吧 看看有没有变盘吧 没有变盘短时间之内强势 呃 我们日内看看有没有夹缝当中的 小小交易机会 好吧 啊 一时半会儿 我看这个地方还是 感觉上跌不下去 除非苹果的业绩特别特别的糟糕 那么我刚才表达的这种忧虑呢 这种担忧呢 我依然是放到中期级别 啊 就是市场也许可能还会再往上顶一点 啊 中期级别可能还会再下来 我是 我是有忧虑的 把这个忧虑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啊 但是做 呃 可能会做的更少 可能这个出手会越来越少 因为我觉得它超过了我的这个认知范围 你说你之前鲍威尔讲话 哪句话 值得市场长成这个样子 不懂 确实是不懂啊 我就超过了这个认知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这两天呢 我怎么解决这问题呢 我这两天谁赚钱 我就看谁 我这两天就看沃尔老师节目 那他赚钱啊 一直在赚钱 那我觉得听沃尔老师节目呢 能帮我去弥补 呃一些东西 所以呢 我也建议大家去多看看沃尔老师的这个节目啊 他讲的很自信 然后呢做的很果断 啊 这个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 行 呃 这就最近沃尔老师做的好 所以呢 这个我们也是呃 大家都去向做的好的人去学习 好不好 然后我今天呢 就先分享这么多 我再缓一缓 我再缓一缓啊 太猛了 确实长得太猛了 呃 上一次呢 也是啊 强拉 大幅度的拉升 强拉啊 回踩一波 再强度强的拉升 哎 然后呢 从CPI开始 呃 先往下整了一波啊 先整了几天 然后CPI开始 又开启了一轮大幅度的下跌 有一点 现在是可以明确的 就是说呢 如果 1月份的CPI 2月14号这一天 报的1月份的CPI 啊 又涨起来了 没控制得住 我相信 大盘会血崩 因为今天报外的讲话 还是人家讲的很明确嘛 我们看数据 听数据的话 那就是压力都在CPI 那个地方 如果数据CPI控制的挺好的 这大盘搞不好还在涨 很有可能还在涨 搞不好要等到2月份 月期权结算以后 才能开始往上涨 因为有很多的 2月份的月期权嘛 呃 等着结算 可能要把那波期权 给结算干净了 才会出现回踩 好吧 行 那我今天就讲这么多 也是带有些许的迷茫啊 可能大家今天看节目 是希望获得我的这个想法和观点 那么我也可能也没表达出来 什么特别强烈的观点 再给行情一些时间 完了再我们再走走看吧 因为我是接受这个市场上涨 但是它这个涨得太快了 涨到让我没有进场机会 这就是我比较痛苦的点 就是你说涨行 我可以做多 对吧 我们trip what you see 对吧 not what you think 那么但是这个 它没给我回踩 你说我的进都进不来 就非常仇人 尴尬的这个地方 行就这样 好 然后咱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然后呢 恭喜做多的朋友们 如果你做多的话 非常恭喜你 如果你做空了的朋友们呢 我们 这个 对吧 我讲的可能也是你的忧虑 那么我们呢 也都是这种情况 这个是属于市场的一个变盘的一个时机 你对鲍威尔充满着这个位置 这个刚刚养过的男人 刚刚复苏的男人 你也不知道他 他会说什么 对不对 不知道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么我们呢 就你不行就降低点操作频率呗 在这个市场当中 多等等 多看看 哪怕暂时呢 先停他个两个礼拜 那不动了 我先休息一个月 不动 然后呢 再继续往上走 但是这一个月里面呢 你还是要时刻盯住大盘的 时刻关注大盘 当他开始回调的时候 也是会很猛烈的 那个时候呢 该出手还是要出手的 我们现在只是在等那个机会 只是呢 现在这个信号呢 还没有出来 我们只能暂时的忍 暂时的忍一下 忍完了以后 再说 现在这个 现在就是忍字当头啊 好吧 对于看不清楚方向的朋友们 我们需要更多的一点点的耐心 不要急 不要急切 也不要因为长了这么多 再去进场做多了 那么你如果非要做多的话 非要向上去做多 我呢 还比较看好晶片板块 晶片股 然后呢 比如说AMAT 这个就没涨起来 如果市场好的话 这也起来了 他这个头肩底 他也往上突破了 我觉得这个比较喜欢这样的 还有就是比如说很多暴跌的股票 他们最近一段时间呢都涨了一波 比如说谁啊 PTON 对不对 PTON呢 这两天大幅度的上涨 那么涨得很高了 就应该卖一卖 把他们呢 稍微卖一点 前两天的Lucid 后来的这种类似于PTON的这种 他们都是跌的太多了 强力的出现了逼空 稍微的减仓一些 完了以后呢 减仓的仓位呢 去买点Zoom 买点那些还没有涨起来 没有大涨起来的 没有因为业界而大涨起来 比如Zoom 比如说Zillow Zillow涨起来了 比如说 反正就那些 你们懂我的意思啊 就是人家趴在地上的那些股票 这种东西 大家可以去选择选择 然后呢 就是换一个 防止下一轮的鼻空再出现 行 我也讲这么多 今天呢 就讲这些 然后呢 咱们明天再见 好吧 谢谢大家 拜拜